嗨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說明一個discord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 就好像Line的社群一樣 進來之後會看到很多聊天的內容 可是第一個感覺會覺得眼花撩亂 所以會覺得頭很昏啊 我第一次進來的感覺也是這樣 那可是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用這個discord軟體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符合web3.0的精神 還有功能 什麼叫web3.0呢 就是說你今天要認證一個人 他是不是有某個身份可以進到某個群組 在這個軟體discord軟體 它是可以做到身份驗證的 譬如說 我們去加入這個demi-human的這個群組裡面 那這個社群裡面 它叫做一個伺服器 然後這個叫做頻道 也就是說你入了一個群之後 事實上裡面是有好多個分類 好多個分類群組 那每一個分類群組都叫做一個頻道 那每一個頻道呢都可以去限制 這個人可不可以進來觀看 譬如說 我現在這個demi pass 這個群組 這個頻道 他是一定要購買了 我們叫做鑄造 就是mint mint mint的一個nft之後呢 他有一個機器人去驗證你的 加密貨幣的小狐狸錢包裡面 是不是有購買這個nft 這個discord軟體 他有這個功能 他可以去認證說 你這個人你已經 你看我把它點開 你的身份是demi pass pass 就好像一個passport一個護照一樣 你的身份 被這個軟體 認定了 你有購買這個demi human的這個nft 所以他就會標註一個身份組 就是demi pass 然後 你就可以進到這個demi pass 這個頻道裡面來觀看 裡面的 對話內容 而且也可以發言 反之 如果你沒有購買的話呢 那你只能夠停留在一般的 中文群組 像這裡有一個 中文群組 這個頻道 停在這個頻道裡面 那左邊這邊呢 都是他的頻道 所以 一個伺服器 我們講一個伺服器 就有很多個不同的頻道 那你看我左邊這邊很多個伺服器 就是很多人創建伺服器 那我加入很多人的 伺服器 一個伺服器裡面 加上一顆啊 就等於一個臉書社團的感覺 可是每一顆進來之後 他有很多個分類 這個叫做頻道 在臉書社團裡面 他就沒有辦法細分這麼多東西 那右邊呢 就是你有多少人 會列在這邊 有在線上的人 全部都會列在這邊 就這樣 1234個部分 記得這四個部分就可以了 那譬如說 我如果要接受新朋友進來啊 他們沒有辦法去demi pass 剛剛這個demi pass 群組 這個頻道 因為他們還沒有購買 NFT 那我就會用這個 Chinese中文這個頻道 讓他們加進來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頻道按右鍵 然後這邊按邀請其他人 好這邊就會有一個邀請的連結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貼在我的臉書 或是我的LINE的群組 讓其他人去 加入 那如果 這個 因為他這邊有7天的期限 所以 可以按這個 編輯邀請連結 就可以把它設定為 永不過期 然後按產生新連結 我就可以 把這個連結 給我的朋友 他們點擊之後呢 這個連結是永久固定的 他們點擊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 加入這個 中文的這個頻道 然後進來觀看 每個人留言 而且可以在裡面去 去發言 那如果他們購買了 Mint鑄造了這個 NFT之後呢 DemiHuman的NFT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再到這個 上面的頻道 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去認證 上面有一個 我也很忘記了 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先到這個Demi Pick Row 就是先挑選一個角色 這個 DemiHuman他其實他翻譯成 亞人就是 一個是木乃伊 一個是真人 這是一個樂趣 然後進來之後呢 他就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 你如果是 挑選這個的話 就表示你是Human 你是人類 然後你如果挑選這個的話 你就把它點進去就對了 點這個就是人類 點這個就是 Mummy 就是木乃伊的意思 那這個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 假設你 點了自己的人頭的話 這邊有身份組啊 那你看他就是Mummy 他有一個身份組叫Mummy 就是表示他當初是 點選這個角色 那我是點選這個 所以我自己是Human 然後他下面這邊有中文解說 就是 在DemiHuman的絕大多 大部分頻道裡面 只有 這個Human 還有這個 Mummy 這個木乃伊 可以看到頻道的內容 如果你的身份組裡面 沒有這兩種之一 請儘快參訪 就是叫你去點這個東西 你要點這個人類 或者是點這個 Mummy 木乃伊 你一定要先選一個 然後你才能夠進去 觀看他的 討論區 他的每一個頻道裡面的內容 這個也是Discord裡面的功能才有的 那當然是管理員自己去設計的 然後 有的人他這邊不是用 Human Mummy 他可能是別的東西 然後讓你去點擊 點擊之後呢 就代表你是 是真的人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其他頻道的一些內容 然後這邊底下就有講到說 如果你想要購買 第一手 Mint DemiHuman的NFT的話 請直接到以下的網址 這網址我們把它點開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來講說 你怎麼樣去 你要去購買 他們的這個NFT 就是到這個網址 這個 Mint就是這個 然後你要連接你的小狐狸錢包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Wirelet Connect 就是 連結你的狐狸錢包 那這一段如果不懂的話呢 要先去了解一下 什麼叫狐狸錢包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我登入我的狐狸錢包了 然後這邊 按一下Wirelet Connect 就是連結我的錢包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 按一下連結 好 這時候出現我的錢包地址 錢包地址就是一連串的這個 看起來很像亂碼的東西 然後 就代表已經連上了 連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底下這邊來 然後看你要買幾個 比如說我要買一個 然後就按Mint 按下去之後 按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按太多下 他就會跑出來說 OK 現在一個是0.08塊 然後 這個 51.91 這個是 美金 這個是 燃料費 手續費的意思 然後按確認 就可以去購買 好 這個是購買的部分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在下面他想說 如果不了解購買的流程的話請參考 使用手冊 這個使用手冊點進去 他有一個 非常詳細的 使用手冊 點一下 在這邊 如果在web3.0 網站上購買 NFT 如果在手機上購買 如果在電腦上購買 按這個電腦上購買 好了 這邊就是我剛講的這個流程他都有寫在這邊 有沒有 剛剛示範的流程他都寫在這裡 然後他有告訴你說那狐狸錢包怎麼去 安裝啊 等等這些 寫的很詳細 那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去把它看完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希望有人帶著你做的話 直接 不要客氣 就直接進去到這邊的 中文 剛剛講的左邊這個 Chinese中文這個頻道 去詢問就對了 去詢問 每個人都很熱心的告訴你 都很熱心的告訴你 而且每個人都沒有推薦獎金 真的都沒有推薦獎金 大家的目的呢 不是要賺你的推薦獎金 大家目的是要把這個社群做大 這個是我們的共識 把社群做大 社群做大之後呢 你剛買的那個0.08以太幣的這個NFT 以後呢就很可能 會漲個 幾十幾百倍 就很可能 所以我們都說 進來的時候啊 你不要只買一個NFT 至少買兩個 因為一個是門票 你要進入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一些進階群組裡面的門票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將來 也許你想要賣掉 你可以把它變現去把它賣掉 如果你只買一個的話呢 那以後你賣掉 你就 沒有辦法再進來這個群組了 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呢 最後呢 我們再講一下 複習一下 左邊這個是伺服器 就是類似臉書的 每個不同的社團的意思 那你譬如說我現在在這一個社團 DemiHuman的這個群組裡面 那左邊這邊就有一條直的線 如果跳到別的社團 你看他就會 跑來這邊 有一個直的線 你看喔 每一個社團裡面都好多個不同的頻道 好多不同頻道 那我再回到DemiHuman這個頻道來 好 那最後 講一下 我們每天晚上9點半的直播啊 建議大家8點半就趕快 掛在上面 掛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是有影像的直播的話 只有99個人的 的這個 擴塔 超過99個人你就擠不進去了 好那在哪邊呢 就是這一個 voice chat 這個voice chat 然後你就點這個 這個是 Demi stage 這個就 人數就可以比較多 可以有好幾百個人 那另外一個這個叫Demi voice 這個Demi voice你把它點進去 你看 這邊 他就會自動連線 語音已經連線 就是你可以聽到這個 群裡面的人 直播的聲音 而且可以看到畫面 這個Demi voice 記得 Demi voice 才可以看到畫面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沒有人要直播 所以看不到畫面 如果你 你點這個進來的話 如果有人在直播的時候啊 你就把它點兩下 那個直播人你把它點兩下 你就可以看到他直播畫面 在上課 那 另外一個Demi stage 是 人數可以有好幾百個人 但是他 只能夠用聽的 沒有辦法看到畫面 所以 你看這邊有99有沒有 這邊寫 99 最多只能99 Demi voice 只能99個 然後 Demi stage 就可以有好幾百個 那如果正式課程的話呢 都是在Demi voice 因為 他有畫面 他有畫面可以看 直播畫面可以看 好那我再切回來 剛剛的那個 Chinese中文這邊 這邊就是你 不管你有沒有買Demi human的NFT 都可以在這邊詢問啊 討論啊 通通都可以 這是免費的 所以記得啦 左邊這個就是伺服器 不同的社團 右邊這個就是 各種不同的分類頻道 中間最大部分就是大家互相討論的地方 右邊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在線的人 對了右上角這邊有個PIN 這個PIN就是很像我們的LINE裡面的記事本的意思 所以裡面有一些重點會放在這邊 就不會一直被洗板洗掉 所以這個PIN可以進來觀看 每一個頻道都會有他的PIN 那你如果覺得太吵的話呢 你就把它按這個東西 就將頻道靜音 或者是把它打開 那如果 因為如果你一直開著沒有靜音的話 你看到我剛剛是不是動動動一直跳 就是有人發訊息的時候 他就會跳到電腦的右下角 那他也有那個 手機的App可以使用 所以手機也可以安裝這個Discord OK 簡單的介紹讓大家知道怎麼使用 然後這個PIN